就是這個面膜對不對 對 就是我 上一次前面有提到說自己DIY做酵素 這是我在家裡自己做的 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話 怎麼做到我的術 上禮拜一 然後我做好的禮拜 我剛才在家裡有一些檸檬汁 檸檬汁 然後我這個是麵粉 不管中筋高筋低筋都可以 你把它倒一些 這個有檸檬汁跟 可是你剛剛講檸檬汁 有人說白天的時候 一點點 你出去如果被那個太陽一曬 會變黑 所以一般就是說 還有維生素C或檸檬 或者是A酸果酸 我們都會建在晚上的使用 不要在白天的時候使用 對 就越黑了 我今天教大家的 不是工廠做的事 自己在家DIY 要馬上 你要馬上敷的 所以你就要把它攪 隨便看你要攪到 你喜歡的糊狀的 然後就把它 比較狗一點的話 敷在臉上 然後讓它差不多半個鐘頭 乾掉以後再等把它洗掉 半個鐘頭 這是自己馬上做的喔 然後你如果是工廠做的 這是從日本帶回來的 日本帶回來的 它當然要賣的話 就是包裝做得很好 有殺菌 有整個在無盡的房間之下做 那這個非常特別 這是三層的 平常是兩個三層的 三層的 然後先撕掉一層 來一下喔 對 三層是怎麼樣三層法啦 它是 只經過三層肉啦 不不不 它是做得比較好三層 它這邊有 有五個凹洞的 五個凹洞的 這個你把它拿掉 好 把這一層拿掉 對 好 對 然後把它敷上去 你今天真的賺到了耶 哈哈哈 敷上去 敷好以後 外面又一層 再把它撕掉 喔 它這個感覺上也是比較像 剛剛那種 這個非常高級 這個台灣沒有在賣 而且它的成分有酵素 喔 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 你的 你的酵素面膜 自己做的可以DIY這樣做 但是 你如果懶得去DIY的話 台灣沒有在賣 台灣沒有在賣 那裡面是含有酵素 含有酵素 含有酵素 你的皮膚總是有一些角質 一些老舊的角質蛋白質嘛 然後有連了一些髒東西 酵素感覺分解掉 嗯 所以會讓皮比較光滑 喔 所以早期的日本化妝品 就加了你的酵素 在你的保養品裡面 像Elastase 就是 就是彈液蛋白 它就分解 就是最早是日本人做的 所以這是日本生產的 好 所以是有酵素的 或是說你想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DIY的 DIY的 但是這個就是不能放很久 當場就用掉 當天就要把它用掉了 那中醫的話也有這個不一樣的 對 我上面先補充一下 酵素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 有小baby的家長都知道 有很多就是說 他強調說清潔力好 就是不要用一些清潔劑 用一些含酵素的這種 沐浴粉來清潔 但是我們臨床上是看到 有一些小朋友 他會比較容易過敏 他可能會起疹子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皮膚特別敏感的話 會建議就是先從 不要含酵素的東西 因為比較容易會過敏 但是如果說皮膚是OK的話 他的清潔力的確是比較天然 比較強這樣子 所以要看自己的膚質 對這個孝氏的成分濃度不會很高 好那另外這個是放了當歸的美白水 這個其實是自古以來相傳的秘方 而且在韓國還蠻流行的 因為當歸本身它在骨酸街 它可以摺肌膚 它可以潤白 它可以美白 加上它含當歸精油 所以一般就是家裡面 你就要準備 當歸應該都是居家還蠻殘備 就準備一片到兩片 然後一碗水的量 但是要請你準備熱水 如果說你要進電鍋煮的話 不要太久大概五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滾的水的話 浸泡差不多五到七分鐘 然後接著當歸可以取出 家裡有面膜紙的話 就直接進這個水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就敷著 那敷著的話大概一樣 就是五到十分鐘 所有東西都不要敷得太久 太久反而會把你皮膚的 表層的水分給帶走 那就沒有它的保濕成分在 所以我們如果敷保濕面膜 也不能夠敷太久 油濟過夜 過夜很容易皮膚會敏感 會紅腫這樣子 那所以敷完之後呢 我會建議就是說 可以照一般的模式 比如說你就是噴自己的化妝水 然後乳液 再加強它的鎖水的成分 效果會更好